好同学们接下来我们看下一个内容 传播敦税 非重点税种做一般了解就可以了 一般了解咱们也得先认识一下传播敦税 还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 从背影上看怎么那么熟悉呀 熟不熟 转过来看看真的挺熟的 从小看到的 传播敦税 男性 七十多岁了 税种率最大的是吧 关税的拜把子兄弟车船税他低 常年在海里打神 水性极佳 那关税的拜把子兄弟 他们都是属于有海关负责征收的税种 有关联 车船税他低 毕竟都是对着船下家伙 所以他们之间有关联 俗话讲叫 背靠大树好乘梁 背靠大海 他就有鱼吃 所以祖上那也是富甲一方 但是呢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 一直受到了外国人的欺负 1840年鸦叛战争 是吧 外国人利用尖船利炮打开你的国门 到那会儿 谁来给你交船舶敦税啊 是吧 想停哪儿停哪儿 对吧 所以他现在也是老愤青一昧 看到了外国船就觉得不顺眼 那不顺眼怎么办呢 交税 是吧 那看到了中国船 那就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来点 看清楚了啊 他叫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他不是把两只眼都闭上了 要是把俩眼都闭上了 那就免税了 是吧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就意味着就是你差不多交一点 你多少意思意思就行 他不是完全免税 好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 喜欢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船舶敦税 那首先我们要明确 船舶敦税 他属于行为税 特定行为目的税 针对什么行为啊 针对的是自中国境外港口 进入境内港口的船舶 换句话说 你只要是从中国境外的港口 进入中国境内的港口 那我不管你是中国船 还是外国船 你都得给我交税 他是以英税船舶的负责人 为纳税人 看底 说船舶敦税只针对自中国境外港口 进入中国境内港口的外国船舶征收 是只对外国船征收吗 是吧 老奋青看到外国船不顺眼 肯定得交税 那看到中国船呢 他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我们一再强调 不是把两只眼都闭上了 对吧 你多少也得交一点 只不过有优惠而已 所以这个说法是错误的 他不是只针对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船舶敦税的税率 船舶敦税呢 采用定额税率 按照船舶的净吨位和执照的期限 实行的叫负式税率 船舶敦税本身呢 它是一个定额税率 但是它的税率表是个负式税率表 什么意思呀 就那个税率表 它是这样的 上面呢 是你的吨位数 下边呢 是你的 这一列呢 是你的 停靠的 时间 对吧 说你这个净吨位 是 一吨 停靠一天 怎么征税 净吨位是两吨 停靠两天 怎么征税 是吧 这个叫负式税率表 就这么个意思 好 接下来 执行优惠税率的船舶 记住了 第一个叫我国国籍的应税船舶 见到中国船 那必须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对不对 然后第二个 是船籍国 或者是船籍地区 与我国签订了 含有互相给予船舶敦税 最惠国 待遇条款的条约 或者协定的应税船舶 既然跟我们之间存在着税收优惠协定 当然我们相应的要少收一些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积税依据 船舶吨税呢 它是以船舶的净吨位为积税依据的 这个呢 跟咱们车船税的积税依据是完全一样的 对吧 那其中 拖船和非机动博船按照相同的 静吨位的船舶的税率 50%激增 拖船和非机动博船减半征收 跟车船税的优惠政策也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为什么说它是车船税的低 就这个原因 好 往下来 税收优惠 税收优惠呢 首先第一个 它是海关负责征收的税种 是吧 我们讲它跟关税是拜把的兄弟啊 所以它同样拥有海关本色 什么本色 英纳税额 在人民币50元以下的船舶 找不开 不要了 是吧 海关本色财大气粗 是吧 第二个 叫自境外取得船舶所有权的初次进口到港的空载船舶 这个呢 我们叫处女庭 第一次就免税了 就不收了 事实上呢 我们应该知道 为什么免税 是因为它没有从事经营行为 它是空载的 刚买回来的船 第三个叫做 敦税执照期满后 24小时内不上下客货的船舶 疑 我们给它起个名叫幽灵船 24小时内不上下客货 其实也是没有从事经营 对吧 敦税执照到期了 但是没有从事经营 免税了 第四个是避难 防疫 修理 终止运营 或者拆解 并不上下客货的船舶 特殊目的 事实上呢 其实 二三四这三条 你可以把它合到一起去记 它们都是属于非经营行为 对吧 只是我们给它起个名 好记忆一点而已 好 那么接下来 后边 非机动船舶 当然不包括非机动舶船 非机动船舶和非机动舶船 是两个概念 那非机动舶船 是减半征收的 而非机动船 是免征的 再有后边 捕捞养殖鱼船 军队武装警察部队 专用或征用的船舶 警用船舶 依法应当于免税的外活 驻华使领馆 国际组织驻华代表机构 及其有关人员的船舶 农业生产的 黑盘的白盘的 这个东西跟车船税的规定 是完全一样的 我们叫车船税相关政策 知道这东西 我觉得就行了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题 这道题说 根据船舶遵税法律制度的规定 下列船舶当中 不予免征船舶遵税的是谁 哪个是不免税的 捕捞渔船 这是免税的 非机动舶船 是减半征收 这个是不免税的 养殖渔船免税 军队专用船舶免税 所以答案就是B了 到底是非机动船 还是非机动驳船 考试的时候 看准 好 接下来看一下纳税期限 它的纳税期限是正常期限 叫做应税船舶负责人 应当自海关填发 吨税交款凭证之日起 15日内去交清税款 看题 这是到单选题 考的就是这个破点 说应税传播负责人 应当自海关填发 吨税交款评论之日起 一定期限内去向指定银行 交清传播吨税税款 这个期限是多长时间 15天 是吧 正常时间 我们不用单独计 但是并不意味着考试不考 他也会考的 答案就是C了 传播吨税就这点破玩意儿 通过思维导图 简单的了解一下 首先第一个他的纳税人要知道 是从中国境外进入中国境内港口的船舶的所有人或管理人 对吧 船舶的负责人 他的征税范围就是从境外进入中国境内港口的船舶 不管你是中国船还是外国船 那么他的税率是定额税率 他的计税依据呢是按照船舶的静敦未来 只不过注意一下拖船和飞机动舶船是减半征收的 一定时刻记得这减半征收的 这一块的真正陷阱点就在这个位置上 那么税收优惠 吨税独有的 有第一条叫海关本色 金额50元以下的是吧 第二个是处女亭首次到港的空海船舶 第三个是幽灵船 敦税执照到期24小时不上下客户 第四个是特殊墓地 是吧 因为拆解修理等等需要 他不上下客户 然后再有就是非机动船 当然不包括非机动舶船 除此之外就是类车船税优惠 黑牌的白牌的农业生产 非常好记 那么纳税期限就15天 好了同学们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 本部分的最后一个税种 环境保护税 环境保护税我们给了两颗星 它的内容其实可考性还是有的 但是为什么没有给到三颗星 我们来认识一下它 你就知道了 环境保护税从背影上看 哇塞爆了一什么东西 火箭吗 转过来看看 原来根本不是火箭 是个耐瓶 传播敦税呢 男性刚出生没几年 它是一个带着历史使命而来的小家伙 被人们寄予厚望 征收环境保护税的目的是什么 这是一个特定行为目的税吧 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环境 啥也别说 我们以前环境污染都到什么程度了 是吧 伸手不见五指 对面不见人 那雾霾的严重程度 对吧 但是最近这些年是不是感觉好多了 所以我们说 它就是为了保护环境 这个历史使命而诞生的 但是呢 我们说 它刚刚睁开这个懵懂的眼睛 大量这个世界实在是太单纯了 税法 它都是这样的 我们叫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 再出政策 再出对策 是国家和纳税人之间 在不断的博弈过程当中进行演进 会导致水手政策越来越复杂 但是这东西它刚出生 是吧 上有政策 下边还没来得及出对策呢 当然 它也就相对比较简单 正因为如此 所以我们就给了它两星级的重要性 毕竟它难度不高 那我们呢 也希望小家伙快快长大 真正的担负起自己的历史使命 所以接下来就有请 懵懂的环境保护税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环境保护税的纳税人 环境保护税纳税人呢 是在我国领域和管辖海域 直接向环境排放应税污染物的 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 那他们呢 要交纳环境保护税 那么交纳环境保护税之后呢 就不再交纳以前的排污费了 这个是用来替代的 这里边提示大家注意一下 环境保护税的纳税人 他必须满足两个条件 两个条件 第一个 他必须抵视直排应税污染物 他如果没有直排应税污染物 他通过环保设备进行了相应处理了 不需要交纳环境保护税 第二个 他必须抵视生产经营者 这两条必须同时满足才可以 如果只是在环境中直排应税污染物 那不一定交纳环境保护税 像环境当中直排应税污染物都干过 我也干过 你也干过 大家都干过 为什么呀 你炒过菜吗 你家做过饭吗 你做饭开抽油烟机吗 你做饭开抽油烟机 就意味着你在像环境中直排应税污染物 但是我们都没交过环境保护税 对吗 为什么 因为我们不是生产经营者 可是如果饭店 他未加处理开抽油烟机 向环境中直排应税污染物 他就抵交环境保护税 因为他是生产经营者 所以记住了 环境保护税的纳税人 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 第一直排 第二生产经营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环境保护税的征税范围 环境保护税的征税范围呢 包括大气污染物 水污染物固体废物 还有噪声 这就是考试的多选题的考点了 注意没有光 我们没有光污染 我们不会对这个东西 征收环境保护税 好 接下来是不属于直接排放的情形 你不直排应税污染物吗 污染物搞定了 那哪些不属于直排 第一个 是向依法设立的污水 生活垃圾集中处理场所 去排放应税污染物 是吧 那我产生的生活垃圾 我产生的污水 我放到污水处理厂 我放到垃圾站 这个不叫直排 对吧 第二个是在符合国家和地方 环境保护标准的设施和场所 储存或者处置固体废物 这些都是不属于直排 那么注意 如果超标排放了 或者是不符合环保标准了 那这种情况下 你就得交环境保护税 好 接下来就是税率 环境保护税采用的是定额税率 所以税率表我也不给大家列了 凡是定额税率的 从量 征收的 相对来讲都会比较简单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积水依据 积水依据呢 其中大气污染物和水污染物 它是按照污染物排放量 折合的污染当量数来决定 因为大气污染物和水污染物 你一旦排放之后 它就会和空气和水混在一起 所以你无法测定其直接排放量 那我们就折合它的污染当量 而固体废物 那就是按照排放量 对吧 你扔一坨还是扔一块 它都是能看得见的 而噪声呢 是按照超过国家规定标准的分贝数来确定 这都是积水依据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排放量和分贝数的确定方法和顺序 那如果说安装了自动监测设备了 那有啥可说的 那就是监测数字 如果没有安装自动监测设备 那就由监测机构来出具监测数据 是吧 有监测机构测算了 那以这个监测数据为准 那如果不具备监测条件的 那就按照规定的排污系数 和物料横算的方法去计算 如果说以上方法都不行 那我们就抽样 按规定抽样测算的方法去核定 从水里边不同的位置乘一点 回到实验室去测量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应纳税额的计算 应纳税额等于计税依据 乘以适用税额 适用税额考试会给 计税依据考试其实也会给 那考什么呢 就考你哪些要教哪些不教 所以一些特别规定要关注一下 那么这里边呢 有对噪声的特别规定 其实我个人认为 对于噪声的特别规定 是完全可以用考题去考的 但是这么多年来 作为环境保护税的计算型考题 确实没有在噪声这一部分 特别出过题 主要还是因为噪声这一部分的特别规定 它不是写在文字当中的 它是写在税率表里面了 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 首先第一个 叫一个单位边界上 有多处噪声超标 那我们一定是根据 最高的一处超标噪声 它的升级来计算应纳税额 对吧 那一个边界上 比如说建筑工地 是吧 施工呢 这边当当当当 这边当当 这边当当当 对吧 那哪块高 我们肯定按哪块来啊 对吧 那如果说 沿边界长度超过了100米了 那这个我们得按照两个单位来计算 为什么 因为你这边噪声超标 它影响的是这边的小区居民 你这边的噪声超标呢 它影响到的是这边的小区居民 是吧 它影响的对象是不一样的 第二一个 叫一个单位 如果有不同地点的作业场所的 那应当分别计算应纳税额 最终合并计证 你一个建筑公司是吧 有好几个项目 这个东西都超标 那就分别算 然后统一交就行了 第三个叫昼夜均超标 昼夜要分别计算 然后累计计证 因为昼夜均超标 它影响的人群不一样 第四个叫夜间频繁突发和偶然突发 厂界超标噪声 按照等效升级和峰值噪声 两种指标中超标分贝 值高的一项来计算 是吧 当当当 拿大锤子砸 还有拿电钻 是吧 频繁突发 偶然突发 这个东西我不管 你一定记住一点 我肯定是按高的算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税收优惠政策 税收优惠政策当中 第一条比较重要 叫做农业生产排放应税污染物 免征环境保护税 但是注意 不包括规模化养殖 所以考试的时候 给你出一道题 说规模化养鸡场 直排应税污染物 免征环境保护税 这个说法是错的 它不包括规模化养殖 规模化养殖得交税 第二个叫机动车 铁路机车 飞道路移动机械 船舶和航空机等流动污染源 排放应税污染物 流动污染源排放应税污染物 它的污染当量数没办法测算 因为我们国家并没有要求 在机动车上去装监测器 正常情况下 应该是在机动车上 去装这种环保的处理装置和监测器 但是这样装完了之后 会导致我们的车辆的成本上升 所以我们国家的这些移动流动污染源 就没有装这些东西 没装没装你就没法测算 没法测算你让人家拿啥叫 所以现在就免证 第三个叫依法设立的城乡污水集中处理 生活垃圾集中处理场所排放相应的 应水污染物 没有超过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排放标准 它就不属于直排 所以就免证 第四个是纳税人综合利用固体废物 符合国家和地方的环境保护标准的 我们说火电厂围墙外的灰厂 是吧 那些煤灰它进行了特殊处理 最后都修成街心公园了 那当然这种符合国家和地方环保标准了 它不属于直排 那也就免证了 所以这里边有考点的 其实是前两项 注意 第一个农业生产不包括规模化养殖 第二个就是流动污染源 流动污染源 把这五个字记住 好 那么接下来是减征的 说纳税人排放应税大气污染物 或者水污染物的浓度值 如果低于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30% 我们减按75%征收环境保护税 如果排放它的浓度的污染值 低于了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的50% 减按50%征收环境保护税 而工业造成生源一个月内超标如果不足15天的 我们是减半计算 应那税额 减半计算就意味着是按50%来 是吧 所以这块到底是减按75% 还是减按50% 还是减半计算 这些凡是减半的 我个人认为它就可以和计算结合 反而可能比免征会更加重要 因为免征只能原文考 是吧 减征是可以结合计算考的 好 接下来看一下征收管理 环境保护税的纳税诱方时间 是纳税人排放应税污染物的当天 而纳税期限呢 它是按月计算 按季度来申报交纳的 如果不能按照固定期限去计算的话 也可以按次去交纳 好 看一下它的纳税申报 纳税人按季度申报交纳的 应当自季度中了之日期15日内 向税务机关去申报并交纳税款 如果是按次申报交纳的 应当自纳税义务发生之日期15日内 向税务机关申报交纳 所以这东西跟我们正常的标准纳税期的规定是相同的 所以不用单独记了 是吧 它的纳税地点是应水污染物排放地的税务机关 你在哪排 你污染了哪 你上哪交税去 是吧 跟你的机构所在地 没关系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题 这是一道单项选择题 说根据 环境保护税法律制度的规定 下列各项中不属于环境保护税征税范围的是谁 噪声 固体污染物 光污染物 水污染物 你说谁不属于 我们特别强调了 我们国家目前没有对光污染来征受 包括 大气污染物 水污染物 固体废物和噪声 我们现在是四大类 所以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C了 好 下一题 这道题说 根据环境保护税法律制度的规定 下列关于环境保护税计税依据的表述当中 正确的有谁 A说 应税固体废物要按照固体废物的排放量来确定 是吧 固体废物的排放量 一嘎的就是一嘎的 一坨就是一坨 排放量好确定 正确 B说 应税大气污染物 按照污染物排放量 折合的污染当量数确定 大气污染物和水污染物 都是按照污染当量确定 因为排进去 它会跟空气跟水 会混在一起 C说 应税造生 按照超过国家规定标准的分贝数确定 没问题 D说 应税水污染物 按照污染物排放量 折合的污染当量数确定 也没问题 没有设限 全选就行了 好 接下来看一道单选题 这道题是我们以往年度 曾经考过的 有关于环境保护税的计算性问题 难度不高 说2021年7月 甲公司生产炉渣400吨 其中80吨 注存在符合国家和地方 环境保护标准的设施中 所以这80吨不属于直排 而100吨综合利用 且符合国家和地方的 环境保护标准 也不属于直排 而剩余的 直接倒气于周边空地 这叫向环境中直排应税污染物 以至炉渣的环境保护税税率为25块钱一吨 计算甲公司当月所产生的炉渣 应交纳环境保护税税额的下列算式当中 正确的是谁 这400吨里边有180是符合政策的 所以把它们减掉 剩下的要交税乘以25元每吨就行了 算出来正确答案应该是A选项 好 看一道题 这道题是针对于造声 也是结合优惠政策设计的题目 我们来看 这道题说 甲建筑公司2021年 因施工作业导致产生的工业造声超标16分贝以上 其中5月超标天数为12天 6月的超标天数为22天 以至工业造声超标16分贝以上 每月的税额是11,200元 问你下列关于甲建筑公司应交纳环境保护税的计算 劣势正确的是谁 工业造声超标每个月如果不足15天的 应该是减半征收 所以5月超标天数是12天 因此要减半征收 6月的超标天数是22天 所以对不起 这种情况下不减半 那就是6月100%征收 因此是11,200元乘以50% 再加上11,200元 选项C是正确的 好 看一道单选 说根据环境保护税法律制度的规定 下列情形中应征收环境保护税的是谁 就是直接考核游会政策 A说机动车等流动污染源排放应水污染物 看到流动污染源了吗 你至于什么机动车还是什么别的车我不管 是吧 流动污染源这个东西 它的污染污染量没有办法测定 所以免征 所以免征不征 B说企业处置固体废物 不符合国家和地方环境保护标准 由于你不符合标准 所以对不起这个就要征了 C说企业综合利用固体废物 符合国家和地方环境保护标准 不属于直排 不征 D是依法设立的生活垃圾集中处理场所 在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排放标准内 去排放应税污染物 这个当然也不争 因为这个都是不属于直排的 都是处理之后的 所以这道题的答案就是B了 好 单选题 下列关于环境保护税的征收管理说法错误的是谁 哪个是不正确的 A说环境保护税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 为纳税人排放应税污染物的当天 你污染环境了 你就发生纳税义务 正确 B说环境保护税按月计算 按年申报交纳 它不是按年 是按季度 所以错了 C说环境保护税可以按次申报 没有问题 D说纳税人应当向应税污染物排放地税务机关 申报交纳环境保护税 而不是机构所在地 你污染的哪 你上哪交 正确 所以错误的就是B了 好了同学们 讲到这儿 有关于环境保护税的内容 给大家介绍完了 是吧 懵懂的环境保护税难度不高 我们简单的来看一下 首先环境保护税的纳税人 必须满足两个条件 哪两个条件 第一个直排 第二个是生产经营者 而它的征税范围包括四项 分别是大气水 固体废物和造成 对吧 那应纳税额的确定 确定税率 确定计税依据 计税依据 大气污染物和水污染物 是按照排放量 折合的污染当量 固体废物就是排放量 噪声就是超标分配数 而至于 这个污染当量 怎么去测算 有监测设备 按监测设备的监测数值 没有监测设备 按监测机构 出具的监测数值 如果没有监测机构 去监测 那我们就测算 如果测算不了 那就抽氧 这就是 确定测水依据 那么其中 对于 噪音的污染 我们有特别的规定 是吧 如果说 你有声音小的 有声音大的 那我们得按声音大的来 是吧 如果说你一百米 超过一百米 有两个地方 那就按两个地方 来算 如果说你有多个作业场所 按多个作业场所来算 昼夜均超标 昼夜分开算 对吧 那频繁突发和偶然突发 我们同样也是按高的来算 就这家东西 税收优惠政策 注意免征和减征的区别 免征的 第一个 是农业生产者 像环境中直排应税污染物 免征 但是不包括规模化养殖 第二个 是流动污染源 免征 然后第三个和第四个 都是属于不属于直排的情况 符合国家标准的 就免征 而至于减征的 有减75%计算的 是吧 有减50%计算的 还有减半的 分别是什么情况 要抓准 至于征收管理 没什么 纳税又发生时间 是污染的当天 纳税期限呢 是可以 它是这个按月 或者是按季度 如果不行的话 是可以 这个按次 纳税申报呢 就是15天 纳税地点呢 就是你排放的地点 这些 都是属于小问题 啊 环境保护税本身的考核 可能更多的是集中于 它的征税范围和税收优惠的 这两块内容 它的应纳税额计算 考的也少啊 所以把这两块重点抓一抓 就差不多了 随着环境保护税的结束 我们第二部分内容 给大家介绍完了 第二部分内容不多 所以大家抓紧看 抓紧练 然后进入第三部分 就可以了啊 首先复习应试指南 第二篇第七诀 人生初见的第二部分 在343页到351页 没多少 是吧 题目也不多 啊 第二篇第七诀 心有灵犀的单项选择题的 20到27题 多选题的16题到24题 以及判断题的16到19题 毕竟是一个阶段啊 好好看看 把它基础打牢固 然后进入后续的学习